Hello,大家好,我是火婆 今天拍這條放禮茶,我收到很多觀眾的留言 看了我上兩條的Studio影片之後 就發現,我其實也有很多收藏品 很多人就問我,我可否拍下這些收藏品 我就選了幾個我特別喜歡的拍給大家看 大家看的Description box都知道 今天這條影片,是有Sony爸爸的贊助播出 事不宜遲,我們要拆一拆解他們 究竟這個產品是有什麼無聊呢 忽然,把產品扔過來 經歷過驚心動態的一役之後 我喜歡和大家介紹這部Sony的ZV機神 首先,它是一個全方面為了拍Vlog而誕生的機 它的機身設計是為了拍Vlog 你如何駕駛,如何好用,如何設計 還有,它是我之前介紹的一部ZV1的進階版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是支援E-Mark鏡頭 即是說它是可以換鏡頭 對於一些剛剛開始拍Vlog的人 你想進階玩一些東西 可以換鏡頭,嘗試不同的鏡頭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它是真的方便如何來的? 我發現了Sony ZV這個系列 錄影、拍照 還有,這裡有一個按鈕 它是可以一鍵,就可以切換到模式 拍片、拍照、Slow Motion 你按按鈕就可以了 就沒有了隔離 因為平時的相機單品 你看到一顆東西,可以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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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設定,不用 它幾個按鈕都幫你完成了 還有,它的螢幕 拍Vlog機最好就是 螢幕是在旁邊反出來的 平時拍Vlog的時候 你可以任何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控制得至於 旁邊拍出來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不會影響到上面插麥克風的位置 它是內置了一個麥克風的 上面是街拍Vlog 這是一個防爆音防噪的舞蹈 遮住麥克風 你出到去就不會收到這麼大的風聲 後面的雜音都不會收到 另外我覺得大家如果是買的話 就配上這個無線多功能智能手柄 你插進去之後變成藍牙 你就可以在手柄上控制你拍照 錄影、zoom out、zoom近 全部都可以做到 現在這個畫面我正在用西邊V10來拍 講解究竟有什麼功能 首先它有一個眼球自動追蹤對焦功能 就是我的眼睛 它是對焦著我的人 不用自己錄錄 還有它是有背景虛霸功能 還有產品展示功能 很多女生最喜歡最想問的就是 它這部機有沒有油膚功能 有的 現在其實已經開了 這個程度是中的 我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究竟低、中、高和沒有開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它這部機器也有防手震功能 大家記得它有防手震功能的時候 它的畫面是會剪掉了一點點的 究竟剪掉了什麼呢 就是這樣 介紹完產品了 我們進入這條VLOG的主題 就是介紹一下 我有什麼特別喜歡深刻的收藏品 首先說第一個 之前我直播都有提過它的 就是一個叫做權四郎的空障目 我記得我買回來的時候 是中學的 《北斗之拳》是我人生中 第一部接觸的漫畫 我買了回來看 我超級喜歡 那時候就出了這個空障模型 就是有 《北斗神拳》的四兄弟 我貴一九錢 儲到錢 一個那時候 有四百多元 我儲到錢買的 就是權四郎 沒有錢的 那時候 我一直以來 我都很想儲起來 他一圖四兄弟 這樣放在那裡 那遲些 我過了香港的時候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找到他 而這個海賊王的雷狗 我記得我是在日本那裡買的 我看到一個是布帽 我走完衣服 我那些店舖都沒有 而看到一個是很性感的雷狗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OMG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就買了它回來 總之就是很漂亮的 一個有毛骨尖 你看看 它的毛骨尖在那裡 毛骨尖地放在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櫃 不失優雅的一個 Figure 接下來要說的是 我人生第一個 租了《奇妙危險》的 乘客 Figure 我只有一個租了的Figure 那就是這樣 這個Figure 你看看它是否漂亮 我不是很滿意它的樣子 它不是太貼近第三集 去埃及打吊妓 叫做成太郎 那麼剛強的樣子 反而這個樣子 是有點像第四集 他去了做海洋學家 在渡航丁的時候 渡航丁 渡航丁的時候的樣子 比較稚氣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它越大 但是它的樣子越來越堅硬 那先說一下 我是在阿羅的咖啡店 上去購買的 接下來就是我超級喜歡 去到我的工具 超級喜歡的 這一樣 這個叫做 Arsternal 我給大家看看 這是一個防水箱 它可以放水 打開它 就是這樣 海麵 是這樣子 它就是一些 叫做 螺絲批 多功能的螺絲批 很多頭 很漂亮 一個台灣品牌 我上網買的 但當時它們是 這個品牌是雜肢 在製造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就預訂了它 就是我有一份雜肢 很小 很漂亮 接下來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是什麼呢 就是 我開始 有一個叫劉小姐 劉穩晴的人 開始做很多蒸石類的東西 就出現在公司 我也開始做一些 原石類的東西 就是 很漂亮的 這個叫做黃田礦 我就買了一盤木盤 就有很多個分隔 就裝起它 出街啊 去哪裡都好 有些心意的食物 我再拿回來 哇 這樣我就不會急著 買一盤回來 填滿了它 就真的看到一些 很漂亮的東西 才會慢慢 叫做草齊它 對啦 說過很多次了 我還是要說 Cyberpunk 2077的figure 它呢 它真的很漂亮的 它的遊戲送很多周邊 它裏面的設計 它的設計 它的理念 全部都很棒的 但是 可惜 真的可惜 我寧願它一直到現在 都未推出這款遊戲 下年好 後年好 才推出 起碼推出一款 是叫做 完整的遊戲 才 才好 現在就是一個 都等它啦 等它更新 等它好玩 我都預算等它兩年左右 說完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那些開心的東西 OMG 這個是 SENIA 裝潤情 我經常記得它要裝一些 裝潤情 送給我的一個 叫做月齡的東西 它很漂亮 我最喜歡它這張照片 我一直保持了它這張照片 我就沒有放過 我一直放過門 一開門 每次回到宿舊 一開門我看到 啊 SENIA 極刺激啊 那樣 真是 它很漂亮 我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貨 不知道大家還買不買 因為是二零幾年 2020年 我不知道它還有沒有貨 你們可以問一下它 自己找SENIA 它的IG在這裏 飄飄 好了 來到這條片的最後 我都說回了 剛才我拍的所有的產品 所有的收藏品 都是開了油膚功能 產品展示模式 以及背景虛化的功能 我真的覺得 Sony ZV 這個系列的機器 是很適合一些 叫做 新手拍VLOG的人 去拍的 它操作非常簡單 而且真是 嘿 它對了一些很近 很清晰的招 回來 我沒有動過的 我又對自己一個 很清晰立體人出來的招 這樣 很適合大家用 另外遲些 我都會帶著這部Sony ZV E10 出去拍一條VLOG 給大家看看它戶外的展示功能 究竟它是怎樣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介紹收藏品的話 可以給我多一些意見 如何拍好一點 以及可以多拍一些給大家看 幾結束 slices 幾結束 軟的 magazine 校正 訪問 校正 家